这个是水加 平时的话我们加水 从这里加 一般都是选用纯净水和去离子水 第一次加水的时候 水位可以稍微加多一点 加到黄色线这一边 因为它一开机 管路里面都是空的 水位会有所下降 当水加满之后 我们就来到后面 这个是总电源线 然后这个是进气管 往前接电 这个是380伏的电 这边是三根火线 一根零线 地线一定要接 确认电接好之后 然后接上气 这是我们的一个气管 首先选用这个氮气表 一般我们焊接 0.1到0.3 照发之间就够了 然后表搭好 然后现在这条件 常好 把电源打上去 好下一步 打开机瓶 先把系统 先开系统 然后水冷 水箱启动之后 先让水循环起来 冬天 早上开机 它的水温没有那么高 等这个水箱的温度 这是显示的实时温度 上升到20度之后 再去开机瓶器 然后现在我们温度已经上来了 这是显示的一个实时温度 然后下一件 这H显示的是一个常温水 也就是给枪头降温的一个水的温度的实时温度 然后这个S是低温水 给机瓶器降温的一个设定温度 然后这个D 4就是一个低温水的设定温度 26加上4 也就是30度 就是到枪头的水温的一个温差 平时就显示这个L 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 打开机瓶器 打开机瓶器之后 先不要着急出光 这是咱们一个枪 出光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个红光 好 现在我们的红光点出来了 为什么要确认红光呢 它这里红光 出来一个圆点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双摆 它的圆点 要始终保持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不能偏移 圆点确认如果发生偏移 点开这个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红光偏移设置 点击这里 它是可以左右上下移动的 如果说发现我们的红光存在偏移 通过这个界面 把它调正 调正之后 然后点返回 然后我们使用之前也是 确定枪的一个焦距 这个 编辑 点进去 我们先把激光器的功率 调到300瓦左右 23% 也就是300瓦多一点 然后点确定 模式的话 就选用这个实行点模式 然后我们怎么样确认一个焦距呢 就是 这个夹子 导通夹 夹上去之后 它是可以隔空出光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 前方尽量不要站着人 那么我们使用 这个时候你的光达就可以打开了 光达点开 好 然后 最准这个板 从远到近 从远到近 开枪 好 火花最大的位置 就是它的焦点 焦点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 你的光成这个趋势 它是焊接不成型 也焊不透 任何材料的 所以说你要找到这个筒嘴和平板 接触这个表面 看这个火花 这是正常的 好 当我们这些确定完之后 就可以去焊接了 当我们焦点 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 点一下编辑 然后把功率 调回原来的功率 不是 然后反过 这有个优点就是 这个系统 可以焊接不同的材料 那么不同的材料 它里面都有定义的一个参数 不用需要你去更改 比方说我现在要焊一个 不叫干嘛 然后厚度可以显得 我显得1.5的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参数是全部已经设定好的的 你就不需要去调节任何参数 这个时候强去焊接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夹子 可以夹在你的材料上 然后枪可以拿来 首先我这是两块板平焊 这是不带丝的效果 我先把它固定住 然后夹子导通 如果导通不好的效果下 它也是不会出光的 这样我们把它点住 把两边焊住 好 我们现在开枪 然后到关机的时候 一般的光闸 可以手动关也可以 平时它你不出光 15分钟它自己会灭 可以关掉 关机的话就反方向关回去 先关机关 再关水冷 关系统就按上去 然后把枪放好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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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